我上個禮拜答應我各位要做我的眼睛的見證 再給我三分鐘的時間 那是個神蹟 我自己經歷 而且我正在經歷當中 2012年我就做了一個白內障手術 醫生說 眼科醫生說 你這個白內障 雖然還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可以試試看 做得好 而且它吸引我 說你做白內障手術 你這個近視就沒有了 哇 這麼好 因為我戴了一輩子眼睛 如果近視不戴眼睛多好 就做了手術 其實白內障手術是很簡單的手術 科學醫學很進步 就是少手術 甚至在我們中有姐妹 做一個眼睛以後 第二個眼睛 就過一個月就做了 現場只要三十分鐘 就完成了 第二天就可以看了 真的很小的手術耶 好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我的眼睛大概天生有點狀況 就是後來我發現我的眼睛天生很乾 為什麼 因為我從 年輕的時候戴隱形眼鏡嘛 愛漂亮 我就沒有辦法戴 我說 因為眼睛比較乾 可是還可以接受了 可是做了一個手術之後 我就眼睛就完全 就乾到底 我知道這裡有乾眼症 點點鹽藥水 對不對 還可以 你知道多麼嚴重嗎 基本上乾眼症 它們分級 就從一到十 十就是最完全最標準 神會分泌眼睛 神窗得很奧秘 不是淚水啦 是有分泌自然的潤滑液 對不對 好 十很好 往下就越來越不好 到五 到五就開始就是有乾眼的現象了 五四三二一 對不對 一就是最慘嘛 最最乾嘛 好 我看完以後就變成一了 哇 你知道我每天要點 四五種炎藥水 輪流點 而且那個乾也很麻煩 有時候磨破皮啊 很容易感染 醫生還說 小心 腳磨磨壞 磨壞 要換腳磨 那很嚴重 對不對 那段時間 我真的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所以 醫生大概也覺得 不太好意思 還叫我加入一個 特別一個 實驗藥的計畫 看可以幫助我 結果也沒有效 我為這個 我還去看中醫 我這輩子 從來不看中醫的 我也不吃中藥 我去 終於 而且都沒有健保 好貴哦 搞了一陣子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所以 醫生本來就說 按照常理說 這個做了以後 就做第二支 對不對 可是 他也不敢替我做 所以等了好幾年 去年年底 他就說 我说 你這個眼睛 左眼 就要嚴重了 你要不要換 還是做吧 我就說 那做了以後會怎樣呢 他就說 做了以後 就會更乾啊 我說我已經醫院 後來我想我還是做好了 因為反正已經醫了嘛 對不對 所以那一天 我去做 可是弟兄朋友 你知道 我就開始禱告 我開始禱告 我是主啊 因為這段時間 吳板各位說 我真的常常在左面前說 主你行神醫在教會當中 因為教會需要 因為在我們周圍人 許多人需要 他們要看念神醫 就看念你的榮耀 不是嗎 我說那神醫從我開始吧 好不好 從我的眼睛開始吧 我明明知道 醫生說 醫生根本 醫生 台大名醫耶 很有名的耶 好 好 那 我就去開了 醫生已經說了嘛 你開了就是更乾嘛 對不對 而且他醫生說 你就與你的肝癮症 就是 和平共處嘛 我想對呀 那是我的眼睛 不是你眼睛 怎麼和平共處法 對不對 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很難過 每天都要繼續 晚上睡覺 我需要起來 點四五次眼藥水 好 就幾年就是這樣 所以那天我就 一月二月我就去開 很快 手術很快 半個鐘就好了 就回家 第二天早上 那晚上我就 根本沒辦法睡覺 有時候我跟師傅說 我寧可眼睛挖出來算 可能好一點 至少不會那麼 我就乾得要命 第二天 因為通常他們 禮拜二做完 禮拜三就回診 醫生看手術怎麼樣 我就說 乾得不得了 醫生說 是啊 我不早告訴你的嗎 真的 對 我就想 順勢告訴我了 可是弟兄 你們真的很勤 從第三天 第四天開始 這幾年 這個眼睛 從來沒有任何 任何懷疑 有時候我看鏡子 哇 那一片乾的 就好像沙漠一樣 醫生每次講 你這破皮很厲害 你要多點一點 第三天第四天開始 我覺得 他有一點 有一點 照鏡子嘛 鏡子上就有反光 有沒有 反光代表什麼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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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而且我自己最知道 今天早上 我點了以後 到現在 我還沒點第二次 主星期望 全部 time away 謝謝你的 感謝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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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